有一个地方我们住过九个月 但房租一辈子都还不起 有一个人啊 真正的和你分享过心跳 他的爱长达你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妈妈 大概人世间没有天使 所以才有了妈妈的存在 你以为你很爱你的妈妈 但事实上你妈妈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离开 只有妈妈永远都在 你以一生妈妈为报仇 肆无忌惮地向她索取一切 她却被一生妈妈所羁绊 毫无保留地向你奉献一切 妈妈的世界很小 小到只有儿女 我们的世界很大 大到忽略了妈妈 母亲节只是五月当中的一天 而母亲的爱却是碎碎绵绵 感谢母亲给了我们生命 感谢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感谢母亲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 感谢母亲给了我们山一样的光怀 今天是母亲节 记得见一面你们的妈妈 离得远的也别忘了给妈妈打个电话 萌萌老师在这里 祝天下所有的妈妈 永远幸福健康快乐